日本政府计划最早8月开始 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 在今生活的民众对其怎么看 近日小新在北京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 我觉得它是悍然违法了国际公约 以及相关的国际海洋的保护法 它是一次违法又不符合常规常理和人性的这么一个反常的行为 我只是问问为什么他们继续做这些 如果他们知道这些人生命不太好 我完全是反对的 因为排海它影响别的国家也影响中国 也得影响他们自己国家 对呀 也影响自己国家呀 还是要回到一个科学的标准吧 就是说到底排还是不排 能不能排 我觉得最好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标准先同意一下 所有受影响的国家其实它都是有这个发生的权利的 我觉得它就很不负责任吧 有故障就是也肯定是要求 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要有一个报告 然后监测这个水什么 从哪扩散到哪 最好出一个那种简易版的 就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心里有数 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恐慌 我们要严重的谈论 现在的证据是不足够的 他们应该提供的证据 然后证据到全世界的安全 不然不是中国或韩国 但是全世界的国家都会说一句话 是的 它会影响我 尤其现在有一个季度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核心 所以什么你放在水中 它会在全世界的核心 因为在最终的核心 我们在最后看到的鸡 和所有的食物都会出现 从那个游泳 是被困难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更意识 我们其实是在反对和在反对 我担心我的孩子 我的父亲 被吸引了污染的水 这不是关于水 你知道这水 会影响鸡 和其他人 也会比较远较远的水 海放到海里之后 是不是在空气中 会产生一些辐射 它随着海水 是不是会飘到太平洋 以及一些岛国家 我可能会个人会选择 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会尽量的不去吃这种海产品 海产品这些 肯定都会有很大影响 然后呢 但是又不能一下 就大家都不吃了 那就好比那个微塑料 在什么玛利亚拉海沟里面 都有被发现 那肯定核污染也会有 这方面的影响 那到最后 吃进肚子里的还是我们的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就要想怎么去 让它伤害降到最低 人们必须要考虑 让它们有点友善 而且为世界安全 像联合国 还有一些国际公约组织 尤其是海洋保护组织 在其中应该起到一些 牵头的作用 不要让过多的政治因素 影响到这次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 这样一个生态保护的案件 我们可以在联合我们的声音 去对这种行业 会实际上更有利益 每个国家其实都应该 以国家为单位吧 每个国家都坐在一起 讨论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来 然后只有你符合这个标准了之后 我才能够说排放 或者说如果大家完全不同意排 那就要想一个解决方案 对吧 那也不能看着它就原地爆炸 对吧 如果说大家单方面 做了一个决定去排放 或者不排放 我觉得都是不客观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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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